让他真的上把让我处理稳赢好吧 来来来看看这把看这把又是一把女巫 这把运气有点差 开局前锋 他以为他以为他看到机械了 他以为他看到机械了应该 看有前锋 哎呦心里一凉 这么一找他机也是不好找了 机也是在沙坡里面了 对 这里直接是躲进去了 然后娃娃去大房 那边巧香师让电机 香水要让 这个点你再搞都不好搞 这边 他这里要打 娃娃不能白给啊 哥哥 一刀这里娃娃打掉 那这边要寄生香水 杀香水了 机械师拉开了 去找机械师了 图啥呀 找机械师节奏就慢了 这把就相当于 你记不记得和我们大罗罗 你看他也说大罗罗了是不是 对 这和大罗罗一模一样的 我可以 这个机械师你寄生完以后 你原生离我很远 我可以绕地球半圈 看这边 这边就无限往远带了 就有机会就是进那种 这个是寄生导 这个好像是寄生导 大点 哇 他这边还得放狗 原生这里已经停了 红一破 那这边寄生已经好了 他因为两刀已经开技能了 先寄生 这一波我没看懂阿福 为什么要打前方 前方不可能给他刀呀 就勾引你 然后一个小球呀 哎呦这里他他当时如果 你觉得他当时如果说这样选择就是我寄生前锋 然后原生主体带过来放狗杀这个机械师会不会好一点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一下刚才那个他跑到哪了 他在哪吃的刀 在小木屋的单板吃的刀 吃的刀 你敢进身下前方直接拉走了 拉走了我原生 因为我他的原生是已经停了的 刚才他的原生是不是停了 你想你想当时的狗怎么搞 就是你原生是不是停了 然后那我就是拉过来 就是我知道 如果我知道你机械师往哪跑 我先寄生 寄生完后我主体拉过去 拉到你机械师旁边 然后放狗咬住 原生跟过来一刀 你想你想用狗必须把小木屋的板子给剃了 才能咬到 不是机械师已经往前走了呀 那往前走也不行不行不行 太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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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结果太好 万一失误了 万一打不到了 万一跑到四个月咋办 四个月卡狗卡完了咋办 跑四个月卡狗一个机械师卡狗 我觉得没那么 节奏算得好 卡狗很好卡 来这里 这狗放的 哎呦咬傭兵 那打一刀傭兵 这把阿福没了应该 这个节奏 这个地方切闪现拉节奏 这个切闪现更偏 打 这后期不要用闪现了 一个闪现都别 就就 就 不是他他这个闪现一切以后 待会就会出现什么情况的 前锋二就救完以后 拉这么多球可以死保了 技艺师的瓦修最有带电机 这把应该是往三出去了 对 对吧 那边 这里再来补技生已经不太来得及了 因为调师已经放空了 你最后带电机调师可以压 前锋这边最好是跟佣兵一起亲一下信徒 打一刀娃娃 冲开了一台 重修一台 是遗产还是什么 应该不是遗产 他没有寄生 他这里主要就是前锋来救人 他这可以硬保 阿福这边有手电机 这三台电机离的位 用寄生 用寄生 这不是寄生 原生 这个是原生的吗 不管是不是 反正都一样 这边 为什么要杀前锋 杀前锋 防止前锋待会来撞 我这边守着电机 如果说我死追你机 是前锋待会 他活着的话 你跟我说他怎么抓机器 他闪现用了 你告诉我怎么抓机器 还有一个寄生性图可以跟过去抓的 他技能性图 你觉得他 他一台电机 你看完 你看后面的结果你就看到了 他要重新换挂一波 不一定 他这里守着这台电机的话 我们看他 你要看他外面开不开 他如果外面这台 中间这台也能守住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待会把机械师秒了 还是可以打 他守不住 你看主要电机守不住了 这里打一刀香水 这个反应 血块 两块板子踩掉 这里前锋挂着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波打前锋还是可以的 不行 前锋整了机械师根本没法打 一个插刀前锋在互相20秒骚扰 20秒薄音扫根本不可能了 闪现全用完 我看你怎么打开门战 好吧 还没亮 快快快 签 这个原生的 原生在这呢 我觉得他这波打还可以 因为你想 他如果说这个刀闪现交在机械师上 外面一个前锋 就拿着球干扰你 这边有两个信徒怎么 你干扰你能 两个信徒你怎么干扰 能干扰的 我直接闪现 你怎么抓机械 他闪现前锋 你怎么抓机械 没有CD的 没有技能的 没有技能的 他怎么抓机械师 这边打一刀直接过去点亮电机了 失误了 这波 这波 还行 可以搞 还可以搞 看吧 这样一轮打下来以后 他得待会儿再找机械 我待会儿再跟你慢慢说 慢慢说 我们这边先看完 要带佣兵贴到电机前 杀到 没了没了 那这么没了 直接点亮 有闪现闪现过去 秒 还行 这里别挂了 别挂了 挂上 挂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 不是他 不是为什么挂 我说不挂是因为他优兵反正有寄生跟着 你挂不挂 挂了浪费更多的时间 场面上两个信徒 机械师 这里应该不太会出现 那边削一下 调查师的信徒拉开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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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闪现都已经用完了 你这边很难再抓人了 看人类给不给机会 这波 被徒步追死真的是这波雪 一边门守着 前锋 这前锋也是上挂飞 机械师也是上挂飞 看机械师在干嘛 机械师来偷游民了 机械师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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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下来 这边闪现一刀 不用闪现了 那这个上挂飞的 香水那边有人能骚扰到吗 香水有信徒 信徒消掉了 这个地方 傭兵没有护臂 不一定 这把还是不一定 香水在开门了 他要费一定时间去挂机械 这中间的时间是人类的突破口 对关键是香水在开门了 而且这个门已经开掉了 反正平局稳了 平局稳了 地窖知道位置 前锋知道地窖的位置 跑了 我觉得应该是三跑了 好吧 他不知道前锋的位置 对我也觉得三跑了 但是这边有个信徒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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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住 来不住 这把就是阿福给机会了 当时的打机械是绝对文凭 不是你想这把 你想想我们上一把 那个淘心切金生 是不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只不过这个电机可能差了 差一台电机 不是差一台电机 这电机是差了没多少 但是就有一个信徒管着 但是他们两边修 就我的意思就是当时 大家讨论的不是 讨论的不是这个 大家讨论的刚才闪现 我觉得杀机械师 百分之一百万他能拼 杀机械师 那他也杀机械师 一个前锋两个信徒 怎么挂不上人 他一个球又怎么地 给他两个球也能挂上 如果能挂上的话 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当时就觉得 我把你前锋先杀了 对吧 然后你机械师 不一定走得掉 有信徒 因为他有一个信徒 跟着机械师 那个信徒 没有人 没有信徒跟机械师 有信徒跟机械师 有信徒跟机械师 那个信徒就在椅子 椅子那边救下来以后 没有动 你没有看到后面反拉去 那个信徒了吗 我知道他没动 他没动 他是需要再重新 重新去维持这个机械师 他没维持他的机会 如果没有闪现 抓这个机械师 机械师到了那边的废墟 有两板一拖的话 能拖很多时间 这个倒是事实 如果没闪现 不一定杀得掉 他都不需要去那了 他直接去两板一窗 那个点你知道吧 那个废墟 就是废墟 就大门那边废墟200嘛 就那个废墟 直接 你只要打前锋 前锋百分百一个满球 能拖 因为他没有闪现 两个都是 已经没有脱离跟随 两个都需要统一慢慢统 怎么可能会把机械师抓 机械师又不是啥 他刚才那一波 他打前锋就是他的问题 对 那我的理解是 那你说的这个确实 我的理解就是 他就是想要把前锋杀了 让前锋没有办法干扰 然后这时候我去抓机械师 但是后面他发现电机管不住了 没有办法被迫来挂前锋 你觉得我 我说的这个是不是他的想法 要不然他为什么闪现打前锋呢 可能我当时可能 我觉得你想的 你和他想的应该是 他想他的想法就是 我把前锋杀了 前锋一会挂人 因为机械是个雷洛 他有点小看不起机械 就说白了 觉得溜不动他 怎么可能呢 那他就是我说的这个想法嘛 他就是觉得机械师 就是我待会再秒 我这边还可以多挂个人 而且前锋没有办法来干扰我 所以我觉得他的打法有问题 从结果来看 确实我觉得你的判断更加的准确一点 怎么问什么呢 当时的想法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意识想法